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蘭 这期视频大家看一部女主玩游戏里 各种开挂在开挂成为人生赢家的故事 因为太怕通是全点防御力了 也被网友广泛称为盾娘 这部翻纯粹只是一部沙雕爽翻 故事主要讲述女主玩游戏中不断打怪升级 或者各种超神装备大肆破坏游戏规则的升级之旅 那差不多说我们开始啦 故事一开始女主在闺蜜的推荐下 去玩了一款类似VR的完全潜性游戏 不过闺蜜因为沉迷游戏 所以学习成绩特别的差就被父母禁止玩游戏 所以女主就只能独自一个人现行体验的游戏一番 这边女主因不想承受攻击 所以就把点数全点在了防御力上 不过照我的话来看 如果不想承受任何攻击 可以选择法师或奶妈之类的职业 躲在后排还可以收到团队的保护 不过女主身为信任游戏小白 这样只可以被原谅的 毕竟这部翻就是这么设定的 接着女主是作为一个防御力点满的墩娘上线的 这边一位老玩家推荐女主到西边的森林与骑恋级 到的地方女主遇到她的第一只野怪 一只小兔怪 要说这只兔怪也是蛮可怜的 虽然女主算刷新手装备 但是在点满防御力的女主面前 竟打不出一点伤害 女主就这样调戏了小兔怪很长一段时间 接着一个不小心小兔怪钻上了女主的盾上就挂了 之后又猫出来一个会放毒的蜜蜂 虽然蜜蜂站上去不透 但是它会放毒 就这样女主被蜜蜂的毒刷出了毒亢 然后女主还一把杀了蜜蜂 还刷出了稀有的戒指 之后更是因为玩乐了不小心在森林里睡着了 被野怪们群殴了三个小时 然后还获得一个能持续回血的特殊技能 获得条件是持续三个小时被攻击 卧槽躺在爱照中能解锁牛逼技能 这边女主遇到了一位盾哥 便请问盾哥的装备是从哪里得到的 于是盾哥带女主去见了一位装备锻造师蓝毛 但是蓝毛快价100万 才刚开始游戏的女主怎么可能有钱啊 于是乎蓝毛就推荐女主去毒龙迷宫刷副本啊神装 到了地方女主遇到了三头毒龙 毒龙首先是把女主的装备都溶结了 于是因找到了无限刷抗线的女主 疯狂嗑药提升看性 最后还真给她刷出了个毒免疫的效果 居然还可以这样 你让人家毒龙老哥怎么活啊 接下来更扯的来了 没有任何攻击手段的女主为了要杀死毒龙 女主开始啃食毒龙的肉 我操别告诉我你们看过平凡之夜 之后女主获得了能召唤毒龙新技能 这位女主通过吃获得了二十这个技能 然后女主就把这个技能放在了自己毒龙盾上 接着女主参加了游戏里的第一个活动 这位许多大汉发现了女主 以为女主是新手好欺负 这时女主用了自己放在盾上的二十技能 不仅能抵挡所有攻击 甚至连玩家都能直接吃掉 我操你已经严重破坏游戏的平衡了吧 这位发现女主是个大boss的玩家 蛮决定合作干掉女主 但全都被女主给消灭了 最后女主与地上面的成绩结束了游戏 这边女主都已经成为游戏里的大boss了 闺蜜才刚开始要玩这款游戏 闺蜜觉得女主全点防御的玩法很有趣 所以也决定玩点不一样了 于是她就全点敏捷了 女主获得了超级厉害的毒龙护甲 闺蜜又怎么能没一套超级厉害的护甲呢 这边闺蜜发现了海底的一个隐藏boss 自己单刷了一下 马上获得了一套超级厉害的护甲 这边女主和闺蜜因为设了很多级 所以就一起来到游戏的第二层 并且很快迎来了游戏的第二次活动 第二次活动的内容是收集的银币 十个就能变成一个金币 活动结束后还能用金币兑换技能和装备 在游戏中女主不仅开挂 连硬气之神都照着女主 走着走着就掉进了一个隐藏迷宫 全程刷完boss的两人还获得了两个银币 之后更是在雪地里找到了能直接刷boss的传送门 这边女主遇到了顿哥小队 于是女主是大方的把刷boss的机会让给了顿哥 原本想例行踏路的女主闺蜜两人 发现原本只能使用一次的传送门又再次亮了起来 于是闺蜜推测 顿哥等人进去之后马上就被boss给秒了 所以女主闺蜜两人马上就进入了传送门 并开始和传说神奇宝贝几栋鸟的战斗 但是大鸟鸟原本被隐形上设定员不能被玩家打败 但是这设定在怪不得人组面前显得毫无用处 那是因为女主在关键时刻获得了一个一天只能使用一次 无论什么攻击都能用一滴血扛下来的锁血技能 这边女主闺蜜两人因打败了大鸟鸟 所以获得了两颗幻兽的蛋 附出来的分别是乌龟和狐狸 这边女主遇到了第一次活动中第六名的武士妹上来打劫 这边因为二打一对武士妹不利 所以就索性淘宝吸引闺蜜 他们打着打着女主突然出现 但是闺蜜武士妹掉进一个必须杀人携手才能完成的迷宫副本 所以杀人就暂时休战合作刷副本 这边受害运气之神照顾的女主早就早就早就突然摔倒了 然后地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银币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解决完副本的杀人组来到了讲题箱面前 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两枚银币 一个女主刚才摔了一跤拿到了各银币 所以这样各银币就给闺蜜和武士妹分了 于是乎女主闺蜜两人又开始无限开挂刷银币之旅了 这边女主在沙滩遇到了喜欢解谜题的红毛 她给了女主闺蜜两人提示 让女主开启了废墟副本 进入之后他们遇到了超大的章鱼Boss 这边能开挂秒天秒地的女主 竟然是顺理成长的把章鱼Boss给秒了 荒谬的是为了杀这个章鱼Boss 女主竟然把整片海鱼都变成了毒海 女主利用这次活动的金币换到的技能是念动力 女主的想法是想让乌龟变成自己的做起 所以把这个技能用在乌龟身上 让乌龟能在天上飞 这边闺蜜获得了能购买公会基地的权利 你似乎他们就找了颗大树基地建起了公会 之后更是邀请了红毛 五十妹 顿哥 蓝毛 以及在路上抓来的两个点数全点力量蒙妹子加入了公会 这边女主为了让两个妹子升级 于是把她们带去刷毒龙副本 抓了无数数之后 妹子们不仅快速升到20级 还获得各种超级强烈力量加倍技能 为了让公会队友们的实力提高 队友们纷纷地跑去刷副本 获得各种奇怪的技能 这边顿哥也刷出了自己的专属装备 话说你这是我熟悉的顿哥吗 这边女主接到了一个我看似认为很奇怪的任务 或者这个任务只是纯粹想要女主强行获得性外挂而已 这个任务首先是要送母亲到森林为女儿取药 这边女主直接骑着乌龟飞行快速到达的森林 接着回来之后发现母亲取了药根本无法治疗女儿 发现这次跟连续任务的女主自然是抗慨了接下来的任务 接下来的任务是让女主去找一个带着这种自动治疗的戒指 但是这个戒指在第一集的时候就被女主给找到了 于是女主就一秒完成了任务 但是这个任务还没结束 但让戒指的女儿突然像发疯似的跑了出去 女主马上带着母亲快速到达了女儿的所在地 原来女儿是被恶魔给附生了 但中途女儿身上的恶魔就突然消失了 原来是第一次母亲使用的药生效了 但是任务到了这里女儿还是没有起来 于是这个任务最后一个环节来了 这次让女主到老旧的教堂寻找天使碎片 这位女主对着女儿使用了天使碎片 然后突然出现一位大天使姐姐 于是乎作为通关奖励 女主获得能变成天使的技能 我真的搞不懂为了给女主送一个新外挂 他妈要给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这个天使技能能让队友们获得和女主一样的防御 但是仅限于在女主周围的立场 这样之后女主分别获得两个新外挂 一个是能变成恶魔 另一个是能变成装甲机器人 我会懒得吐槽了 就怕你没看过女主的外挂 这边游戏里有开始的新活动 工会展 这次活动主要是工坊展 每个工会都有各自的据点 很需要守护的宝珠 玩家必须掠夺其他工会的宝珠 并且守护自己的宝珠 每个玩家只能死五次 超过五次就会被淘汰 这边因为女主的工会被认为是小工会 所以时间一长就能获得比其他大工会来得多的点数 这边女主工会让女主和两个蒙妹子守家 其他人则是尽可能去掠夺其他工会的宝珠 这边闺蜜中了游戏最强工会的埋伏 面对人是众多的大型工会 闺蜜自然也难逃一死 于是她向女主发了条抱歉信息 准备带着能杀豆杀就杀豆杀的决心战士 但是闺蜜要死了 女主怎么能放这不管呢 她直接不顾家了 赶来帮助闺蜜 还顺身用自己的装甲机器外挂 把围攻闺蜜的部队一并全灭了 这边知道女主不在家的最强工会 便派刺客偷袭女主工会 但是看家只有萌妹子两人 刺客信心送送的就杀了他们 还好女主回来得快 不然家都要被偷了 这边为了获得更多宝珠 工会也有人都决定让女主出去打宝 面对女主这种怪物级别的大Boss 其他小型工会 暂时砍不住女主的攻击都被全灭了 但是还是有不少值得让女主一战的工会 这边女主杀人就直接进攻了排行第二的炎治帝国 面对轻松打开的女主等人 炎治帝国索性就让手下带着宝珠逃跑 留下几个强烈的玩家来拖延女主 就在这时 炎治帝国最强的战力火焰姐及时到达 她首先利用击队法让女主无法接近 女主这边因为要保护两个萌妹子 所以可以看到女主打得很吃力 但这真的仅仅只是因为她要保护两人 把两个妹子送上天后 女主就直接开启了装甲机器外挂 教育了火焰姐一番 火焰姐使用同归于尽的打法 都还是杀不死女主 我操人家话代是排行第二工会的工会会长 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了吗 这边游戏最强工会圣剑集结的会长 同时也是游戏最强的玩家 认为女主太嚣张了 必须亲自交易一番 于是她仅带了三个人就要突袭女主工会据点 这边这个游戏最强玩家也不是浪德序民的 直接就一键差点秒了女主 要不是女主之前打大鸟石 获得所有血技能还真就被秒了 这边可以看出即使是外挂工会 也还是和顶级工会有很大的差距 这边女主工会被秒了几个重要战力 但是到了这里 女主都还没使用最强的外挂 她直接丢了盾一个装甲机器放了个大招 就把对方给打了胜一滴血了 嘿嘿没想到吧 我也有所写技能 对方本想一个大招解决了女主 嘿嘿没想到吧 我的外挂不止这些哦 女主直接变成恶魔把对方给吃了 还一并秒了她工会里的其他人 这边为了保持排名 并不让其他工会继续往上升 女主工会决定灭了全部中小型工会和所有宝珠 女主靠着红帽技能 分身出了好几个自己 我操一个女主就已经够恐怖了 还搞分身 就这样女主工会以第三名的成绩结束的活动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我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帮我点赞订阅一下 不喜欢也要硬帮我点喜欢哦 我是阿兰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